人生有很多事 本來就是除牢無功 忠慶兄弟的最貴羊頭米蘭達 在8月5號對上統一師的比賽當中 就詮釋了這愛情電影裡的經典台詞 二局上半 這位古巴強投 面對唐兆婷 林祖傑跟林靜凱 只用了9球 就連續多下3次三陣 締造了終止史上第5次的完美一局 加上一局上 最後用3球K掉陳庸基 12球連續4次多三陣 更是成為終職歷史第一人 總計主頭7局失一分非則失的亮眼表現 眼看就要拿下本季第6勝 無奈最後牛棚失守 兄弟中場4比5遭到對手逆轉 米蘭達已無關勝敗收場 相較之下 他的隊友蘇韋達 不只同樣締造聯盟記錄 更可以說是球隊服刑 8月8號父親節 他在8局下半代打上陣 結果立刻從樂天桃園張明翔手中 炸裂了一發洋春彈 生涯第7支的代打全力打正式出爐 讓他超越林宏远 陳蓮宏 郭戴琪跟林志勝 成為終職史上最多代打轰的打者 中場球隊也以11比0 終止四連敗 而向元隔天再度交鋒 輪到樂天的朱玉賢 書寫里程碑 二局上半一支Solo Shot 生涯擺轟正式出爐 讓他成為終職史上第22人 但猛向打線這邊 靠著張志豪跟蘇韋達背靠背開轟 率隊搶下二連勝 下半季戰績來到六勝七敗 不只擺脫盧主位置 也讓朱哥的紀錄頁以書球收場 那麼是誰取代黃山軍變成聯盟吊車尾呢 答案是前一週還在當龍頭的富邦漢將 單週五戰苦吞四敗的他們 那唯一一勝 完全要歸功於張靜德跟索莎 其中阿德8月7號從統一林威智手中敲出終止守轟 並以單場雙槍炮作收之後 隔天又在六局下半敲出了制勝三分炮 證明了自己大悟心人的身手 而且身為捕手 他跟索莎的配合更是天衣無縫 父親節當天 他幫助SOSA用115球玩頭九局 率隊4比0玩封對手 成為本季第一位玩頭玩封勝的球員 而索莎第九局跟全力大王林安可的男子漢直球對決 更是讓球迷熱血沸騰 那個打席 面對SOSA連續四顆標迫150公里的火球 林安可最後是成功敲安 成為贏家 儘管最後球隊輸球 但這也是統一單週的唯一一敗 難霸天上週打出四勝一敗的佳擊 其中林安可單週三轟包辦九分打點的休盟火力 更是功不可沒 兩十對戰機來到七勝五敗 一口氣攻上聯盟龍頭 目前領先第二的樂天 半場勝差 外體新聞綜合報導